欢迎老魏 结婚十年 结婚十年了 怎么越过越心寒了呀这日子 因为我是一个全职太太 我老公呢 他是在养家 但是他更多的时间呢 就是工作工作工作 回到家基本没有跟我沟通 我在家主要是负责带孩子 孩子是我一个人带的 家务也是我一个人做的 包括他的衣服 孩子的衣服 所有的那些打点都是我做的 但是我们两个人 很少说话的 为啥不说话呢 因为工作比较忙 基本上就是没有时间 在家里沟通 然后早上六点钟出去 然后晚上回到家 就八九点钟了 所以基本上就很少有时间 那你们俩会吵架吗 吵架倒不是经常吵 大部分的时间是不说话 但是呢如果要说话 就会有很多爆发点 比如说有一次我闺蜜嘛 他一定要我去参加 他的生日会嘛 走的时候我知道 我老公不会做饭 也不会做菜 他什么都不会弄 我中午的时候呢 就把什么事都给他做完了 然后我走的时候 千丁株万顶主妇 结果回来 发现那些菜什么也没吃 还买了披萨饼 所以我当时就很难气嘛 我就问他嘛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当时是答应他 要不晚上的饭热了吃了 但是小孩子呢 又要想吃披萨 但是小孩子才三岁 他不能吃那种 添加剂的东西 所以我当时就跟他两个生气 我就问他 我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 但是他根本就不想回答我 就是一个披萨而已嘛 但是他给我讲道理 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 接着给我讲 我就受不了了 但是是讲道理 讲道理到最后 他不想听我的呀 他就突然拿着包就走了呀 拿着包走了以后 我就追他呀 他在停车场 开了一个车 哗了哗了就跑了 我在后视镜 就像那个韩剧一样 就使劲追 根本就追不上啊 最后他就走了 我就蹲那儿哭啊 我是实在受不了 他不停地给我讲道理 那我就 李家出走 就逃离了 就先 但是到外面先去 他都走了五天呢 一个电话也没打 那我要回来 不是还是回这 你生气吗 不是 你这五天去哪儿了 去外边溜达溜达 然后看看书啊 他会去坐一坐啊 因为这倒是世界很大 想走就走啊 其实我当时对他 李家出走 我很怀疑 我以为他有什么事 到最后他回来了 回来以后 他把他那个住宿的 宾馆的什么 给我看了 我其实有偷偷 打电话过去问 确实他住那儿 我才放心 因为我以为 他有别的什么事 我这有什么事啊 我在家里的 所有的存款 不都在他的卡上吗 对不对 那有什么事 不在 心不在不在啊 我心也在啊 但是难以承受 他经常都是这样 能暴力我 行 就吃个披萨 不吃披萨嘛 有啥就闹成这样 你俩这十年来 谈过离婚吗 当然有啊 谈到孩子教育问题 现在我们住在那个地方 很多外国人 孩子要融入那个生活嘛 那经常要跟外国人 在一起玩 我想 希望他跟孩子 都教教英文 但是他总是说 他没空 没空没空 确实没空啊 你看你跟外国人 交流当然很好 我也希望这样 不是 人家外国人 跟我们在一起玩 那么开心 我老是打手势也不行嘛 孩子还有那个作业 是不是 预尔员那么多 你为什么就不能够帮我 五分钟都不能抽出时间吗 确实是没时间吧 你周一到周日 全部都是有 但当时你总是找了一个理由 到后面它发展到什么原因 他有一天我这么说他 他就把那个电脑 我们买了一个冬孜电脑 还没有用的三个月吧 那个是给孩子教英文的 他哗啦啪就给我扔地上了 扔掉了 扔掉了 后来我也很后悔 你当时跟我两个发那么大脾气 后来我当时也好气 我觉得他把我们家的财产都破坏了 所以我把我们家的音响也甩了 甩了之后我就跟他说 走 明镇进去 你每次都是要拿到明镇局来威胁我 那好吧 走吧 我有车送你去啊 你去美国 你怎么在那里他也不下车啊 他也不下车 你希望能下车吗 他当时 我当然不希望他下车啊 他当时很杠 他非常杠 他说走啊 开车送你去行不行 走啊 他就给我 走啊 你不走 是不是 你是老总吗 然后我就跟他去了 去了以后 他怂的 他到明镇局 他翘着个手 你先下来 你下 我说你怕什么 那你下呀 他也不下 然后坐在那儿 我们就看那个树叶 树叶要掉了 还不下吗 还不下吗 等了两三个小时 他说还不下 你待会儿那什么交警来了 看我们停这儿不行 最后他又将我一军 我说好好走走 还是我软化 因为我是女人嘛 我说好吧 好吧 你赢了 你回吧 你不敢下以后就不要再拿那什么 明镇局的事来威胁吗 你们俩真是 好好过日子不得了吗 闹腾什么呀 不都不想离吗 不是不想离 我在家太亲近了 他每天晚上九点钟回来 星期天 星期六月公司加班 我根本就是一个人在过嘛 对不对 孩子也是我在那儿教嘛 我教的那个水平 我能代替爸爸吗 你看我现在个性像不像女汉子 我过去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还不是挺温婉的 我现在好像个女汉子一样 对不对 你说那个是 把这些人给钱 我闹想把这些人摇放过去